第六百三十四集 我等之中非东华真人莫属了 话音落下 连带永夜在内 所有人都是眼巴巴地望向了张凡 能够让这么多天下顶级的高手露出这般神色足以自豪了 不过张凡心中一片清明 他当然是知道 这些人不过是有求于他罢了 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在真论实力他也不拒 不然的话与他们合作那真是嫌自己的命长了 张某可以出手 张凡微微一笑 见得他们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这才悠悠然地继续说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东华真人请讲 你们要的也是我要的 最后要加我一份 什么 永夜等人皆是面露金色 红发老祖更是拍案而起 你知道 永夜眉头一皱 喜色进退 疑惑地问道 虽然有了怀疑 他的话还是滴水不漏 不曾露出半点的信息 张凡也不在意 但人地说道 陆地真仙 与内第一人 何等风流的人物 我等晚辈寄临慈府 岂能不前去瞻仰一番呢 陆地真仙这四个字 同他的口中吐出轻快无比 落入永夜等人的耳中 却是如 汗帝惊雷一般 顿时再无怀疑 相信了 他的确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你是哪个方面的人 红发老祖 迫不及待的插口问道 他此言一出 永夜等人也是眼中一亮 齐齐望了过来 张凡对众人的目光 恍若不觉 悠悠然品察说道 张某是哪一方面的人 诸位就不必深究了吧 一时间 永夜等其人面面相去 脑海中各有诸般念头闪过 永夜 雷泽道人 星蓝仙子 他们三个人 无疑是一方的 也是表面上实力最为强大的 至于其余四人 背后几乎都站着不同的人 又有着隐秘的联系 这点从当日子府神碑上 四颗传颂星辰 齐齐亮起来 就可知一二了 不过谁都知道 无论如何 他们四个人 也绝技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彼此之间的警惕 怕是更甚 场中一时沉默了下来 各自动着自己的脑筋 倒是紫衣仙子 饶有兴致地望向张帆 一双隐寒雷霆的美目流光溢彩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怎么样 诸位 若是不同意的话 张某也不强求 诸位不妨多花费些时意 多做些准备 小小的一个冰川嘛 应该难不住诸位啊 张帆微笑着 打破了沉默 这完全是废话 压根是不可能的事情 先是子府中重现人间 就注定引来多方的强者 夜长梦多的道理 谁都知道 若是不速战速决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再说了 临时的联盟 一经拖延 怕是想再聚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不提他们身后的人 场中重人 连同张帆在内 个人有个人的打算 谁也不愿意再拖延下去 牵扯下来的力量越大 他们的收获就越少 很浅显的道理 他们不答 张帆也不着急 悠闲地品着茶水 欣赏着漫天星光 如雪花般凝成石质 再碰到众人身体的刹那 又碎成无数的精盈 洋洋洒洒 把一切渲染得如梦如幻 少请 永夜等人目光交流的一番 由永夜开口 东华道友要加入 自然没有问题 有道友这样的强缘 我等也多了几分把握呀 哈哈哈哈 既然说开了 气氛顿时就热烈了 以后要如何 是以后的事 至少现在 大家是站在同一条船上了 如此甚好 张帆一笑 转而对红发老祖说道 红发道友 你那儿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此言一出 永夜等人 反而放下了什么似的 不为人注意的 长出了一口气 先前的话 有可能是猜测 或者是推断 可是此话一出 几乎就肯定了 张帆的确知道一切 红发老祖神色一变 有沮丧 有郁闷 倒是没有愤怒之意 反而叹息一声 摊开了手掌 张帆向着他掌心处望去 但见一只精巧无比的小扇子 静静地躺着 大略一眼望去 只见其仙豪碧陷 偏偏少了几分灵性 好像不过点睛的画像一般 哎 红发老祖再叹息一声 眼中的郁闷之色 愈发地浓紫了 伸出两指 捏起小扇子 迎风扇动了一下 刷 紫红色的小扇子迎风而涨 瞬间变成一人大小 浮衣展开 炽热的气息四溢 好像要把整个岩石都烤化了一般 这般恐怖的温度 直接可以把附近的生物直接烤熟了 可对张帆等人自然不会有什么错用 众人的目光在上面一扫而过 皆是一阵的无语 看他们的反应 张帆就知道 红发老祖或许说出了应有 但却没有展示过来 原因很简单 丢不起这个人呢 只要是个原因真人 都能看出这把伪天火扇的底细 恍若张帆这样的气道宗师呢 伪天火扇 别看表面上威风凛凛 俨然天下至宝的样子 但是在他眼中 却无异于四处漏风的房子 外表好看而已 材质不佳 本体半毁 灵性全无 力量一空 这是天下至宝吗 这就是红发老祖 千辛万苦 深入子府州 花费月余的时间 历尽千辛万苦 才得到的至宝吗 说出来 可以直接笑掉别人的大牙了 这就是天火扇 已经毁了 没了老祖留下的力量 只能考 东华道有你了 红发老祖一边沮丧地说着 一边飞快地把天火扇收了起来 不再放那丢人现眼了 我等取得宝物的时候 都在上面察觉到老祖留下的印记了 按照上面的说法 红发老怪他的天火扇 就是最重要的一关 无此宝相助 我等所得 都是派不上用场的 千木老妖 带着笑容插口说道 提及天火扇的时候 还不忘加个重音 引到旁边的红发老祖 吹胡子瞪眼 千木老妖本来相貌还可以 可是额头上那六对好像画上去的怪眼 看上去实在是恐怖 再加上他浑身浓郁的妖气 一笑之下 分外的猙獰 张凡微微汗手 没有接口 他自是知道 永夜等人怕是以为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细节 故而也不做隐瞒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只有他自己清楚 大悲老人固然了解很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同样 论及细节一直缩头的大悲老人 肯定也没有他们几个人清楚 就如千木老妖所说的 陆地真仙陆雨所留下的印记 这点大悲老人就不曾提过 现在通过这些印记 想来他们几个人对后面的细节已经一清二楚了 换句话说 重新步入了当年陆雨安排的计划之内 张凡一边和他们闲谈着 一边脑海中猪斑念头分支踏来 多为揣测他们几个人各自的目的 他从来就不信 这些人真是为了复活老祖宗陆地真仙而来的 至于具体的目的 背后所站的阴影是谁 都要到了最后的关头才可以得知 所有人里面 估计只有星蓝仙子的目的最为纯粹 单从他不曾参与永夜等人的行动 而是寻根一般地返回星州 就可知一二了 永夜和雷泽道人默许他这么做 或许还有点寻找仙族所在的星河宗 借助其力使为必住的办法 但是星蓝仙子本身的纯粹 却不难从言行目光中发掘 闲聊了片刻 话题又转了回来 永夜吓道 哈哈 既然已经说定了 须知夜长梦多呀 咱们不如立刻出发 好 众街汉首无不同意 张凡也无不可 长身力气 那就走吧 张某正好想去见识一番 此言非虚 对陆地真仙陆语的安排 还有他们这些人 在取得陆地真仙肉身之后的打算 他兴趣昂然 迫不及待 永夜等人比他更加自无意义 八道流光 煞时间划破山谷的天际 片刻之后 刚刚安静了一段时间的子府神碑 重新紫光大作 少请 子府神碑前 星凤痴痴地望着紫光散开 众人背影消失之处 黯然神伤 那种感觉 就好像伸手捉住了风儿 却不能让他停留 我们还会再见吗 少女一直藏在心里的话 不觉间对着偶然吹过的微风 倾诉了开来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山无银蛇 圆池落下 狂风如怒永不停歇 鼓动着飘雪 肆虐着人间 置身其中 一切都是苍苍茫茫 浑浑顿顿 恍若有一杀杖 给天地间 披上了一层迷茫 血缘之上 除却厚厚的积雪 不停的寒风之外 有一座巨大的紫色石碑 增添了一份溢彩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座石碑 这雪原风光 才不显得那么单调 这座石碑 小半为积雪所掩盖 从天上飘雪的程度 还有周遭的情况看来 这不过是短时间内的事情 再过上一天 这积雪 怕还要厚上许多 轰轰轰 漠然间 在这唯有寒风凛冽的单调之中 震颤着轰鸣响起 犹如惊醒的睡尸一般 雪原上的狂风 愈发的猛烈 遥远的雪山上 更是传来了 类似雪崩一般的巨象 这一切 都不能影响到一片紫光 覆盖树里的方圆 以子府神碑作为中心 这树立地的风雪 豁然停了下来 旋即八道身影 恍若凭空浮现一般 出现在子府神碑之下 正是刚刚通过子府神碑 从星舟传送过来的张凡等人 上一刻 星舟之地 游子炎热如裤下 下一刻 寒冷 只可彻骨 也就是张凡等人 都是强大的修仙者 若是星皮虎等人 一下子传送过来 不用做别的了 第一时间 就会冻死个八九成 事实上 他们也不可能 通过子府阵传送 与永夜等人 都不是第一次通过不同 张凡这可是第一次感受到 这东西的可怕 别看这个传送阵 借用的是子府神碑的力量 无需灵时 不需要灌入灵力 速度更是奇快无比 可是缺陷 也实在是太过明显了 以张凡元英中气的修为 堪比妖兽的肉身强度 还能感受到一些 犹如撕裂一般的痛苦 天旋地转般的感觉 这是何等恐怖的强度 他几乎敢肯定 如果没有特殊的 专门针对性的医保 元英以下的修仙者 进入这个传送阵 实死无生 不仅仅是张凡如此 便是永夜等人 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一个个还是一脸的难看 显然也是有些吃不消了 与此同时 经过慈府神碑传送的刹那 大碑老人 也是见缝插针地传过了一句话 内容很简单 终于开始了 小张凡 你要努力哦 我看戏 我看戏 看戏 看戏 嘿嘿嘿嘿嘿 听在耳朵里面 张凡几乎可以通过声音 还原出大碑老人 搬个扑段颠着 居坐其上 观看着他们一举一动 那解闷的猥琐样子 再往北的滨海处 便是冰川所在 咱们出发吧 永夜的这句话 自然是对张凡所说的 他与雷泽道人 几乎在那个地方 泡了一个月了 红发老祖失败之后 他们肯定也前去尝试过 一行之后 才有可能前来寻找张凡来帮忙 八人之中 真正没有去过的 也就只有张凡一人而已 张凡文言向着北方望去 再怎么急目远眺 也只能见得一片白茫茫 恍若冰川 便是冰海 也无踪迹 心知上远 又有冰雪覆盖 不到近处难见端倪 他也不多说了 只是点了点头 玄机 一行八人 顶着凛冽的寒风 扑面的鹅毛大雪 向着北方飞去 这一飞 就是小半个月的时间 这冰原之广漠 冰海之辽阔 远远出乎了张凡的意料 子府州之大 果然不逊色于九州之河呀 单单这冰原 冰海加起来 就不逊色 两个秦州大小了 半个月之后 他们终于在一座山大的冰川前停了下来 这就是陆地真仙 入身的所在吗 张凡亥然发问 他虽然早在大碑老人处 见识过这座冰川的样子 然而 亲见之下 他才发现 这座冰川之大 更是胜过连云山脉数倍 在旗下望去 简直无边无言一般 不错 陆地真仙的肉身 便在冰川的核心处 在下与雷泽道兄和力 花费了偌大的功夫 才勉强打了一个通道啊 永夜提起此事 一脸的不堪回首 一旁的雷泽道人更是脸色苍白了几分 那段时间看来真是折磨得他们够呛 张凡等人也是识趣的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问 一行八人通过永夜他们早就打好的通路 直入冰川的核心处 开路难 行路易 一天之后 冰川核心处的一面兵壁上 倒映出了八个人影 好一处所在啊 张凡脱口赞道 这一路上他没少这般的称赞过了 置身冰川之中 就好像在水晶宫中漫步 四面八方正反大小 皆是倒映出众人的身影 一眼望去 就好像每个人都分身亿万 无处不在一半 除雀永夜和雷泽道人 这两个已经麻木到恶心的家伙外 其余人等虽然不是第一次来了 眼中的赞赏之色依旧不改 转过一处弯道 眼前豁然开朗 终于到了 张凡还来不及感慨 这冰天雪地一路的枯燥 便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全部的注意力 冰川核心处一个豁然空洞 使得整个冰川就好像一个空心的大圆球一般 张凡他们犹如站在悬崖下 一步踏出就再无落足点 一片片空空荡荡 这个空洞的巨大 暂且不提 单单他通体浑圆 光滑圆润 仿佛美丽的艺术品一般 就知道 不可能是永夜和雷泽道人的手笔了 想来不是自然形成的 就是陆地真仙所为 在他们平视之处 再往上移百丈 一个悬空的冰球 便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了 目光大略一扫 如同所有人一般 张凡的目光也凝在这个冰球上 第一眼望去 他的目光便是一凝 旋即如同被吸附住了一般 再也移不开了 这个冰球 仿佛是最顶尖的冰雕匠人出手 通体没有雕琢的痕迹 浑然成为一个圆球 每一个弧度都显得自然无比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天然旧该字呢 组成冰球的悬兵 呈透明的黑色 在多维晶莹剔透如水晶一般的冰川中 俨然黑珍珠一般 冰球直径足有三丈 即便是黑色悬兵是透明的 但是隔着悬兵望去 冰球核心处的东西 仍然显得朦朦胧胧 只能看得一个大概的轮廓 但这也足够了 陆地真仙 张凡深吸了一口气 按道 总算是见到正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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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